665题 问题问的是以下哪项如果对的话可以最强的去加强整个的论证 那加强论证就是加强结论的意思 问咱们加强削弱假设评估的考题 一定的文章里面具有前提和结论 咱们要先把结论提炼提取清楚 文章是说大部分的星星在这里面出现 那每一个星星其实是在组里面的星星 都是构成了一个相同的一个母的星云 每一片星云有一个独特的和统一的一个化学的组成 因此的话呢 当两颗星星它有相同的化学组成的时候 它们一定是来自于同一片星云的 这很明显的deer4身后就是整个的结论部分 那我们真正的结论应该是两个星星来自于相同的星云 就是两个星星两个stars来自于同一片星云 好那这很明显是整个结论区啊 要想去加强这个结论有两种方式 要么你给我讲一下结论的原理 对吧 就是凭什么这两个星星会来自于同一片星云 要么你讲一下结论的必然结果 就是如果这两个星星来自于同一片星云的话 那么它们会带来一个什么样子的必然结果 来加强这个结论 题目中真正给的前提啊 应该是这一句话 就是两颗星星具有相同的一个化学的组成 对吧 所以说这个前提本身其实算作是结果的一部分 对不对 因为你想啊 只有当两个星星来自于同一片星云 它们才有可能有完全相同的化学组成部分 因为前面说了嘛 每一个星云都具有自己的那种 独特的一个化学的组成方式 对不对 所以前提啊 算作是结论必然结果的一部分 咱们看选项啊 选项A呢 是说在某一些星星的组里面啊 不是每一颗星星都来自于相同的星云的 这个其实跟两个星星是否来自于同一片星云没关 对吧 它只是讲一个大的宏观情况 就是不是每一个都一样啊 但是它结论是说我只出现两个嘛 这两颗星星是否来自于同一个星云 这跟其他的其实没关 所以A肯定不对啊 选项B呢 是说相似或相同化学组成的星云呢 可能是互相之间是远亲啊 这远亲的意思啊 互相之间可能是亲戚关系 这是讲两片星云的事儿 我们的结论讲的是两颗星星的事儿对吧 就是两颗星星嘛 所以这B肯定不对啊 再看C 所以说当一个星星构成的时候 它们呢是会继承 它们之前那个星云的一个化学元素的 很明显这个选项 相当于把前提的这个结论的结果 给你补得更全了一些 为什么呢 因为结论是说两个星星来自于同一个星云嘛 那么理论上来说 如果它们两个想有相同的化学组成的话 一定得先保证 您那个星星啊 在来自于同一片星云的时候 你得继承那个星云它里面的化学元素 所以才会造成两个星星具有相同的化学组成 对不对 所以C选项相当于把前提中啊 讲的这个所谓的B站结果啊 补得更全了 所以肯定是一个加强的方向啊 所以C可以保留 再看4D D呢是说很多在宇宙中不同地方的星星 它们都是独特的 这个其实讲的是星星间的一个独特的问题啊 跟来自同一片星云没关 所以D肯定不对 再看5E 5E呢是说天命学家 至少在某些时刻能准确确定啊 到底一个星星呃 是不是和它的这个星云有一个相同的化学组成 这个选项呢 其实跟C有点像啊 但是呢 它并不能告诉我们到底这帮星星是不是和它们的这个这个星云有一个相同组成 它只是说我们可以确定啊 它们是不是一样 但是到底是还是不是 这个有很大的影响 如果是的话跟C一样 就说明这个星星本身 它会继承它自己星云里面的元素 对吧 那这个时候再结合这个前提就可以共同啊 构成这个结论的Bn结果了 但是一选项只是告诉我们能确定 但能确定的结果没说 所以肯定不能加强啊 所以答案呢 是在选项 都可以做的 所以手帮信本身的结果 所以我们肯定不就帮订 那么堂